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八十六分钟 安东尼奥比西尔瓦投球破门 本飞卡将比分改写为2-3 总比分2-5 第九十五分钟 替补登场的穆萨为本飞卡打进绝评进球 全场比分定位为3-3 总比分3-5 曼城客场1-1 拜仁总比分4-1 下半区的拜仁vs曼城的比赛同时进行 曼城在首回合主场3-0领先的情况下 次回合作客被拜仁逼平1-1 但仍然以总比分4-1晋级 他们将在半决赛对阵未免冠军黄马 这是上个赛季欧冠半决赛的重演 22岁的哈兰德打进了本赛季欧冠第12球 他已经追平了凡尼在02-03赛季 创造的英超球员在欧冠当赛季的进球记录 美中不足的是 瓜迪奥拉暂时还没能拿到他指教生涯的第一百场欧冠胜利 比赛回顾开场18分钟 鱼帕放倒哈兰德被出示红牌 但VAR查看后确认哈兰德越位在先 进球背叛无效 第37分钟 鱼帕手球送点 哈兰德把点球踢飞了 第57分钟 鱼帕滑倒 哈兰德单刀破门 乱成1-0领先 总比分4-0 第75分钟 特尔抢射破门 但队友科曼越位在先 进球背叛无效 第83分钟 阿坎吉手球送点 西米西主罚点球命中 将比分扳平1-1 总比分1-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